好 那我們這裡有一個問題 他說 這裡有講到一個忍路的問題 那這種問題其實是多數人都會有的啦 一個就是說 佛法說要忍路 但是我們如果一直忍耐 那麼他會造成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對方會覺得 自己沒有錯 而且行為就越來越過分 一般我們想著冷頭全部啦 然後所以他說 我們是不是忍要看對象 那如果他 這個人 品格不好 那我們就其實不要忍 好 那這個其實在大致論裡面 也有討論這種問題 那 如果 我們說好 對方 對方 真的很壞 我們就不用忍 好 那這有兩個問題 那 所謂的很壞 是什麼樣叫做壞 那我們怎麼界定這個人 要忍 或不要忍 到什麼程度 到什麼程度 可以不用忍 那 他傷害到我什麼程度 我可以不用忍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好 那你不用忍 你準備要怎麼樣對付他 那麼 這是兩個問題 就是說 好 那今天我遇到這個人 那 他 他就是一直壓迫我 傷害我 不管是言語上的行為上的 就是 他傷害我 不管在我前面就往背後 那麼因為我忍他 所以他就 他就 變 我們叫做變本加力 就有這種情形 這種情形是很常見的 好 那我們不想再忍了 好 那當然你說 那第一個 忍 要看這個人是不是真壞 真壞我們就不用忍 那你怎麼樣界定這個人 是可以不用忍他的 這當然是一個問題 因為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人的看受程度不一樣 好 那 你如果不想忍的時候 那麼 或是說你心情很不好的時候 那麼 他那種程度會加重的 但這個 這個其實 當然就不容易界定了 那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說 好那你不忍你要怎麼辦 你準備要怎麼辦 啊 那麼大部分的人會覺得 我要讓他 讓他 嘗一嘗我受的苦 讓他 比我更苦 啊 比如說 通常是這樣嘛 那麼 罵就抱之以罵嘛 打就抱之以打嘛 就是你敬我三分 我敬你七分嘛 那麼 你散我 你散我三分 我就回報你十分嘛 那這個是最爽快的 啊 就是說我們來講 啊 當我們受苦的時候 那我們看到他比我們更苦 即使我還在受苦 我也甘願了 通常 通常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個樣子 如果我們從 就這個 這個問題有 有要從兩個層面去上去說 一個就是說 當你不忍的時候 你準備怎麼辦 你準備傷害他 那你準備傷害他 到最後 是誰造業 那麼是誰受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那如果我們不忍 如果我們忍 那我們就要一直忍 我們就要 也是在受苦啊 那我們有必要這樣一直忍嗎 那佛法 佛法的忍 他並不是無畏的忍 他並不是無畏的人 比如說你要罵我就給你罵個痛快 給你罵個寶嗎 你要打我就給你打個夠嗎 不是這樣子的 甚至像基督教裡面說 如果人家打我的左臉 我把右臉給他打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人家把口水吐在我的臉上 我也不要去擦 因為擦會 會讓他不高興 讓他自己乾 叫做唾面自乾 就是說因為他就是要 把口水吐在我臉上 那我把他擦掉 基本上就是不順他的意 那我就讓他 我也不擦 我就讓他自己乾 那這個有一點點 就是說 一般的人 不容易做到這樣 佛教也 不是這樣做 佛教的人不是這樣做 那你說 那我們怎麼辦 就是佛教的人 我們說過 他這個忍 他並不是說 壓抑的人 他不是的 因為我們這個是壓抑 壓抑到久了 他會出問題 就是說他會有一種壓力 那麼因為我們正在受苦 佛教的忍 這個忍 一般我們講 生忍乏忍 無生乏忍 或是耐怨害忍 一般我們說 這個忍 生忍乏忍 無生乏忍 當然有忍耐的意思 但是他不單單是忍耐 這個忍 它是 你內心上認可 這裡都比較偏重在忍耐的意思 但不單單是忍耐 那麼忍耐裡面 再別出來叫做忍辱 就是傷害的啦 忍耐當中的忍辱 就是傷害性的 那麼 比較好的我們也是要忍啊 比如說對無欲 那這種是 我們有時候要忍 但是這個忍 它最重要的是 智慧上的忍 認識 認可 就是你了解這種狀況 你認為 比如說我們不忍 那不忍怎麼樣 你就是傷害他嘛 就變成 因為你被傷害嘛 假被已傷害 他以被假傷害了 假傷害 比如說罵他打他 罵 打 毀謗 打這個因 那以忍耐 比如說忍辱 那以不忍啊 不忍了怎麼辦 你能怎麼辦 你就是 打就暴之以打 罵就暴之以罵 那 就 就跟他拼嘛 反正就這樣嘛 然後 你就變成 以狂過他來傷害假 我們就說暴復嘛 我們就說暴復嘛 從這個我們出國從 如果我們從異果的道理來說啦 他傷害你 一個人會傷害一個人 基本上他這中間 這個假有煩惱 一定是第一個他有煩惱 他起了煩惱 他起了煩惱 他沒有辦法控制煩惱 通常是這樣 我們說這個忍他不單單是忍耐 他是有智慧的 認可 就是說 他理解 他理解 而心裡面 所以無神法忍的人 是忍可這個無神法 忍可這個無神法 那麼 當然這個忍 也有忍可的意思 但是他比較偏重在忍耐 忍可這個諸法 諸法忍 諸法忍就是 忍啦 熱啦 比如說太陽這麼大 那我非常熱的要死 我忍不了他 忍不了他你怎麼辦 你罵太陽 他也不管你啊 你打也打不到他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如果他是一顆太陽的話 那你要怎麼辦 那你還能怎麼辦 你就躲他喔 你還能怎麼辦 那基本上 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是生忍 我們現在講的是生忍 眾生忍 眾生忍 一隻蚊子 一隻老鼠 天天來偷吃我的東西 我忍不了他 怎麼辦 打死他 找一隻貓來咬他 反正類似像這樣 蚊子 反正類似像這樣 這種東西 那如果是一個忍呢 那添加問題就在這裡 那麼如果你不忍 好 那麼他舉個例來講 他罵你 我們先講這個東西 再來說我們要不要忍 要忍到什麼時候 那為什麼要忍 為什麼不忍 那什麼是忍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這種事很常見的啦 這個是所有的人都遇到的問題 我也是 我們也是這樣長大的啦 但不是忍耐長大的啦 就是說 從佛法裡面了解 那麼 因為你這時候要忍就是 很簡單 就是你在意嘛 而且 你對於你所受到的傷害 非常在意 非常在意 那麼 這種在意讓你 就是 他帶給我的壓力 在我自己帶給自己的壓力 那你覺得我會幫人家 我這樣忍會幫人家 第一個 會讓傷害我的人看不起我 第二個 會讓旁邊的左右鄰居 或是知道的人 也覺得我軟弱 看不起我 第三個 我自己也有一點看不起我自己的 那這種壓力 會導致於 你不想再忍 不願意再忍 無法再忍 當然 佛法不單單只是叫你一味的忍 不是這樣子的 他懂道理 懂道理 你就不用忍 你知道嗎 那麼 我們說 假設假 罵這個癮 假罵這個癮 那麼 或傷害這個癮 那麼第一個一定是假有煩惱 那麼他這個煩惱最大的就是 有可能是他 就是沒有證件 就是不知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一般我們講四種證件嘛 不知道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所以 就好像小孩子 不知道什麼可以吃 什麼不能吃 他大便拿著就往嘴裡塞 錢幣拿著就往嘴裡塞 他不知道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 或是說他這個東西 他喜歡吃好吃的 可是這個東西吃多了 對身體不好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就一直吃 那這很典型的是什麼 很典型的是比較愚痴的 他不能分別善惡 他不能分別善惡 那麼有很多人其實 他雖然是知識分子 或是雖然做到 我預見很多這種 雖然做到很高的職位 但是他不太能夠分別善惡 真的 他的善惡是誰自己 好跟不好 有利跟無利 對自己有利的 就是善 讓自己快 讓自己好過的就是善 那別人好不好過 別人有沒有傷害 他不管了 一般人的善惡是這樣子的 但是佛教的善惡不是這樣 佛教的善惡是 這件事對別人有沒有利益 有沒有幫助到別人 一般我們講就四種狀況 叫做利人利己 那麼損人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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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損人利人損己 然後損人損己 損就是損害啊 傷害啊 就害人害己 損害別人的 損人又損己的 這四種 那這四種裡面 利人利己當然是最好 雙方都得利益嘛 那利人損己 那這個 這個也很厲害 但是這個要菩薩才做得到 對我們自己本身 沒有什麼好處 但對別人有好處 就是會可能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割落未因 舍身是乎這一種 這一種其實對自己沒有什麼好處 這是表面看啊 那實際上 這個自己的善業可大了 那重點就是 怎麼樣來分別什麼是善什麼是善 就是利人的就是善 利人的就是善 那大部分的人不會分的 真的 事件上 即使有學佛的人 他也不一定能分得清楚 但是他一定是不損人 不損人 他一定盡量主要 因為他這個最後 業力就像回力標 業力就像回力標 你從哪裡射出去 一定會回到你身上 你用多大的力 他回來的時候 他就是接 接的時候就是多大的力 一定是這樣的 業力是一種回力標 那我們有時候會想說 如果有業報 為什麼他傷害我這麼久 我都沒看他 我都沒看他受苦 都是我在受苦 我們也會這樣想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因為證件裡面 他業有所謂的三世 他不是馬上就先前 就來說 你說喝酒對肝不好 我看這個人 喝那麼多久 我怎麼沒看他肝不好 還沒到嗎 他要喝幾年 他才會形成 基本上有善有餓 他不會分別善惡 他不會分別善惡 那這種一般我們說是沒有政見的 這個是政見 世間是種政見 那麼你如果在這個地方 你沒有辦法弄清楚 那麼你很容易 就也會跟世間的一樣 它就會造成所謂的愚痴 六道輪迴 叫做愚痴無穩凡夫 就是沒有政見 然後凡夫 然後就是六道輪迴 而且他這個地方不弄清楚的話 他很容易都在三二道裡面 他很快就在三二道裡面 很快都在三二道裡面 比如說他有一些巨師 我之前在那邊也遇過很多 他專門去試院騙 為什麼 試院的出家人好騙 很多東西都不知道真的 但是你看 講一講一講 有些人就專門在三寶中修福報 有些人在三寶中得利益 就是說他專門去騙那個是出家的 那說要來怎樣 然後就騙他們去登記什麼圖替 反正有很多這種的 那這種就是他 他不管他那麼多 現在得利益就好 那你會發現到他 你會發現到 這種基本上就是 他所謂的 他不是沒有善惡 他所謂的善惡是 對我自己有沒有利 來分的 但是佛法中的善惡 基本上是對別人有沒有利 利人 就是陳佛之道也講過 利人就是善 但是利人還有利人損己 跟利人利己這一部分 就大智慧裡面講 你能夠利人損己 那個是菩薩的階級的 那通常是利人利己好 就我們比較容易 對你有利益 對我利益 我什麼不好 但是對你有利益 對我沒利益 那我就要考量考量了 而且要換損到什麼程度 那通常我們都是 這個利跟損都是 從現況來講的 但是如果要一還要分三次 有善有惡 那你要知道 你還要必須了解 所有的善 他都會 他都好像你的錢一樣 那你進來多少錢 你的帳戶就有多少錢 你提出去多少錢 你的帳戶就少多少錢 那就善樂業都一樣 那麼你想了多少福 你造了多少業 你造了多少善業 造了多少惡業 他會累積 積累 所以我們叫做積功累得 這個是指好的 那麼如果不好的就變成飢餓 那麼飢餓 那麼也是他造飢餓 我們叫做惡貫滿盈 或是飢餓 如果他不是德的話 在這邊是功德 那基本上就是惡業 那麼積了很多惡 然後累這個苦 那麼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你會 不斷累積到最後會形成一種過患 那你必須要看到這邊來 那業裡面 業成熟 你當你不斷累積的話 他就會成熟 成熟他就會什麼 受報 受報就會受苦 所以叫做有業有報 那這個業不是馬上受的 你看他現在囂張猖狂 但是他如果這樣造的話 不用你去收拾他 業果成熟的話 自然 自然 自然就會 他會有果報 自然會有的 真的 那最大的果報 不是他這一世療倒受苦 不是 這個是花報而已 你看那個以前 以前我跟我 我叫我媽媽吃素的時候 我說我們 我們如果能夠吃素 怎樣吃悲心 那麼比較少造沙葉 那麼對身體也好 對未來也好 對健康也好 我媽媽就直接跟我說 算看他 我跟他講台語 他說算看他 像你這樣說 我們旁邊有一個屠宅場 以前那個沙豬是要經過蓋章的 那他是 他是有那個 有那個政府合可的 現在沒有了 現在拆掉了 他說 也像你這樣說 讓那台語的那些 不看他比較壞 身體用得像是無雷 電動的我們這個比較不好 人家的錢還那麼多 家庭那麼大 你經常這樣說 你經常這樣說 那台語的身體用到 那大家都過得好 要怎麼說 夜報還沒 不是只看這一世的 但是一般人就是 他沒有辦法理解這種東西 有人問陰光大師 我又受五戒 又受菩薩戒 又八觀哉戒 又在佛堂發心 天天都這麼念火 為什麼 我的兒女又不孝 我的錢又被騙走 我現在又身體不好 還要來參加 要來參加佛妻的路上 又陪著壯道 那我看那些旁邊的 都天天花天酒地的 都過得那麼好 反而是我追走 又這麼發心 又怎麼樣都過不好 到底有沒有夜報 很多人會懷疑這種東西 其實像一般來講 就是說 你夜報它是三世的 你說那好 你看那個人 你看那個人 天天都花天酒地 也沒有去賺錢 那花錢還 花錢還那麼浪費 可是 他 他為什麼都可以天天這樣做 那像我們這個努力賺錢的 那反而 反而沒有辦法這樣享受 人家以前賺起來放了嘛 所以他現在可以不用賺錢 就天天有錢花嘛 對不對 你以前欠人家很多錢嘛 賺人家的錢還債都還不夠啊 所以當然 當然還是不夠啊 這種東西是很正常的嘛 所以你不要看這種累積的東西 不斷累積 不斷累積 那麼他自然而然 他自然而然 他會有一種 就是 因為一般的人看不到啦 所以他會懷疑 然後他會覺得 都是我在受苦 為什麼都是我在忍耐 那 我會不會讓人家覺得 那我很軟弱 那這個龍術菩薩有講 我在大神裡面有講 我先講這個來 散熱夜報 然後還有什麼樣 還有過去有未來 然後有煩有聖嘛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說的四種政見 那你的夜跟報 這個果報 是過去跟未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由於過去的夜成熟而受報 所以我們做人嘛 你看為什麼 如果狗貓會講話 為什麼你們做人 我就做貓跟狗 為什麼你們一生有一百歲八十歲 我只有十幾歲 我都是五歲 我幾歲就死了 然後好一點的 就活到十歲十五歲 那麼 這個是個人的夜不太一樣的 那麼你要了解到 所有的夜 所有的夜 就像你吃進去的東西一樣 你發出來的夜 造作的夜 就像你吃進去的東西 它都會不管是有營養還是毒素 都會囤積在你的體內 這個圍毒 這個圍毒 但是累積久了 它也是傷害啊 如果是劇毒 它馬上就傷害 一樣 那很多東西也是累積累積累積起來的 那這個夜也是這樣 那我們說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他是無知的 他不知道善跟惡 他不知道善跟惡 那麼也不知道 所有的善惡都會形成夜 不知道所有的夜 久了就會受爆 又苦樂爆 他不知道 所以他就不斷的 不斷的做損人損己 跟損人利己的事 那麼損人利己就是 我高興了 我現在不高興我罵你 我高興就好了 那損人損己就是 那我們被罵 我們被罵 我們其實也很痛苦 但是我們又罵回去 那麼我們也知道這樣不好 但是第一個 我們當然有一點點 你說那對我有好處嗎 其實我好處也不很多 但是我至少出了一口氣 通常只是這樣 但是我還是會怎麼樣 還是覺得 也是很生氣 我當 我當要出這口氣的時候 我還要凝聚很多生氣的力量 我才罵回去 其實對我們自己也是很傷的 但對別人也傷 那麼這種其實從佛法來講 是最沒有利益的事情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憋這口氣 憋的其實也是很傷的 所以佛法裡面來講 他像大致論裡面 他從這個忍辱裡面 他也是舉出幾個地方來講 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的 那我一直忍你 你也還以為我怕你 老虎不亂為你把我當病貌 那是像這樣 那麼我們就會心裡面覺得 我並不是怕你 但是你一直以為好像這樣 好像我怕你 就是我們說 然後會變本加厲 那我們又會覺得 最比較我們沒辦法忍受的就是 我們會這樣 因為這樣被別人看不起 人家會誤會我軟弱 人家會誤會我怕他 那這個龍術菩薩有講 他說 他說 你要知道 那麼 有智慧的人 在看事情 跟沒有智慧的人 在看事情是不一樣的 凡夫在看事情 跟聖者在看事情 是不一樣的 那麼一般的凡夫 一般的凡夫 沒有智慧的 煩惱性的 那起煩惱嘛 那造業嘛 不管是造口業 造惡業嘛 起煩惱造惡業嘛 那麼只要是起煩惱造惡業 他以後一定會受苦 菩薩為因 眾生為果 有智慧的人都先看到 你這樣做以後會怎麼樣 他已經先看到那個因了 從因下手 不是從果下手 那麼他說 如果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那麼 他在看待這個人罵他 是怎麼樣傷害他的時候 他心裡面會想 因為如果說 今天他罵我 他罵我 然後我罵回去 罵得比他更厲害 罵得他無地自容 罵得他遍體淋傷 那麼 那麼 罵到他很難過 那我覺得有勝利感 那旁邊我們的朋友就說 哇你好厲害喔 我不知道你這麼厲害 大家都遵從你 大家都推崇你 讓你自己覺得 哇我真的很厲害 以後誰來這樣 我就罵回去 我就罵到他無地自容 罵到他遍體淋傷 那你這樣就會增長你的惡業 但是 這些都是凡夫的人 他覺得 你 誰罵你三分 你罵回去罵得比他更厲害 他就尊你為王啦 但是如果從修行的角度來看 他餓你比他更餓 他毒你比他更毒 他壞你比他更壞 這個不叫厲害 這個不叫厲害 如果從一個智慧者的人眼看 他罵你 你都不動心 哇 這個 如果我們是一個學佛的人 跟一個不學佛的人 他看法就不一樣喔 一個學佛的人 就是說他有智慧的喔 而且是有智慧的喔 有智慧學佛的人 你會發現到 像我們看事情就會這樣 哇這個人 這個人被害 被罵 被傷害 被欺負到這種程度 他竟然都沒有承認心 哇這個人太厲害了 因為我們做不到這樣嘛 我有時候會看到 我看到有一個居士也是這樣 被騙了很多錢 他竟然對那個騙他錢的人 一點怨恨都沒有 我就覺得 哇這個太厲害了 這個我做不到 我不是被騙錢 我是你借我很多錢 都沒有還我 我心裡面就覺得很不舒服了 他竟然被騙 他是故意騙他的喔 然後騙了那麼多錢 好像 我們說過嘛 他拿 他很相信這個人喔 他一個人非常 很相信這個人 拿了兩千萬 叫他去幫他買一個房子 他竟然買了房子 登在自己的名下 他不是幫他買喔 他竟然一點怨恨他都沒有 當然也不是因為有錢就可以這樣啊 他竟然 他竟然 他竟然都沒有怨恨他 而且在他 以後有苦的時候 來找他幫忙 他竟然來幫他忙 哇這個人真厲害 這個人我覺得 這個 應該也是過去天人 怎麼樣 他那種習慣性 一般我做不到 我們覺得這個人好厲害喔 如果四千人來講說 這個人有夠傻的 有夠傻的 有夠笨的 不是 那一樣 我們如果以後看到這個人 一直 這個人一直被一個人罵 罵完了 他竟然臉色沒有變 而且也沒有生氣 我們覺得 哇這個人忍耐功夫好好 這個人的智慧好高喔 這樣都可以化解掉 你知道嗎 這些外來的毒竟然都傷 外來的劍竟然都傷不到他 你就覺得這個人很有力量 所以這忍的力量 持戒苦恨所不能及 真的是這樣 你會發現到 你會覺得無形中會尊敬這個人 從一個修行的角度來看 這個人成就不遠 那如果是反覆來看 他就不是這樣 他會覺得你軟弱 他就會看不起 他會看不起你 就是說他覺得你這麼軟弱 被罵 被罵 竟然都沒有回 就沒有罵回去 人家以為你軟弱 但是從一個修行的角度來看 你是真正有力量的人 並不是他忍住 而是他根本 他根本不會在意這種東西 人家建設過來 他那個法的鎧甲 讓那個建設不進去 因為這個人會罵你 我們先講龍術菩薩說的就是說 你能夠忍下來 第一個 從一個有智慧 有修行的人來看 聖者他會讚嘆你 如果是菩薩都在上空的話 十方諸我菩薩會讚嘆你這個人 會讚嘆你這個人 哇這個善男子 這個善女人 了不起 他離成佛不遠 他在道上 修道的上面上 就在聖者修道的道路上 如果是 如果是這個人罵回去 打爆打爆罵 撐爆撐 爆之以撐 爆之以打爆之以罵 那麼所有的諸佛菩薩都會覺得 這個是仿佛這一邊的 他還沒有還很久 他還不能繼承 繼承這個法王子的位置 沒辦法 比較會讚嘆你的就是跟你一樣的 就是仿佛煩惱性強的 但是如果你在這一部分能夠忍的話 看不起你的人是凡夫 但是所有修行的人 有智慧的人 聖者都非常尊重你 看得起你 那你是要給凡夫看得起 還是要給聖者看得起 你是要給六道輪迴的眾生看得起 還是要給已經出六道輪迴的諸佛菩薩看得起 當然是諸佛菩薩看得起比較好啊 是不是 你修行就是要讓諸佛 但是你這樣不要說諸佛菩薩 像我們這樣做不到的 我們就覺得 哇你好厲害 我應該以你為榜樣 你好忍舍 我應該以你為榜樣 你好忍忍 你持戒好精進 我應該以你為榜樣 那凡夫就說 哎呀 你這個也不敢做 那個也不敢做 他就會覺得看不起你 讓凡夫看不起是沒關係的 要讓有智慧的人 讓愚痴的人看不起 讓凡夫看不起 讓生死輪迴的人看不起 這是沒關係的 我們要讓智者看得起 有智慧的人看得起 有修行的人看得起 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我們不是跟凡夫學 我們跟智者學 跟聖者學 所以你不要說 那我會不會讓他看不起 你又不要讓他看得起 問題是他這種行為 其實會讓我們叫做不慈 就是讓智者所不慈 智者所傾斥 就是一般有智慧的人 不會認同你這樣的行為 這樣其實是 是不會得到有智慧的人的認同的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那我們會不會讓人家看不起 會因為你 會因為你忍耐而看不起你的人 從佛法來上 從佛法上來說 都是煩惱性比較強的人 都是沒有智慧的人 比較愚痴 比較不種的善惡夜報因果的道理 所以你這樣做一樣 同樣都是學佛的 如果知道你這樣 那個人 你好厲害喔 我都做不到 真的 他們都會覺得 你好厲害 他們都會讚嘆你 我有一次 我在讀佛學院的時候 然後被當場罵了大概30分鐘 但是那個時候 其實我就覺得無辜而已 我實際上 我真的也不會生氣 我就覺得 你誤會我了 我都不是這樣 你講怎樣怎樣 我真的不是這樣 我就覺得誤會我 我要解釋又不給我解釋 到後來 後來反正我也不會生氣 我就覺得 那你就誤會就給你誤會 不然我 你又不給我解釋 那我就算了 反正難過的事 你又不是我 反正我就覺得我無辜 這個事情不是我做的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一定要認為 你一定要認為 我是這個意思 那你又不給我解釋 那我怎麼辦 我還能怎麼辦 那你生氣 那就給你發洩吧 反正你罵完了就算了 然後後來他們 大家都在安慰我 我說我不會 我沒有事的 我根本就不關我的事 他們就覺得 哇你好厲害 沒有 不是 但是一樣 類似像這樣 我們就會覺得 哎呀 你第一個 如果他這樣罵我 比如說罵 如果是打 那就另外一回事 打就要跑了 你不要一直給他打 反正你不能說 那你打的又不是我 不是啊打的是我 那你罵罵的不是我 這個我是可以的 真的 因為你罵的不是我 因為我不是這樣的 你誤會了 那你不給我解釋我就沒關係吧 那你被打的時候 你會痛啊 你不能說說 反正你打的又不是我 沒有我是我 我要跑啊 這種又不一樣啊 我告訴你 所以孔子 孔子有一次罵那個真子啊 真子你知道嗎 真子是孝順嘛 非常孝順嘛 那真子因為非常孝順 然後他爸爸有一次 他不知道因為怎麼樣 他被誤會 那爸爸很生氣 就拿棍打他 差點把他打死 孔子就罵他 孝順不是這樣子的啦 他說 他說小贈則受大贈則討 他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稍微解釋 稍微忍入解釋這個問題 因為真子 人家說 差點被打死啊 人家 這個後來人家問他 你為什麼不好呢 我說我爸爸那麼老了 他如果打我 我跑他不是要追嗎 他追不是很累嗎 那這樣我就不笑了啊 這個真子這個人非常孝順 孝順有名的啦 孝敬就是他寫的啊 我們說這個孝敬 身體法夫夫受之父母 回之不敢回上 孝敬他寫的真子 那麼他說 那孔子就罵他 也不是罵他啦 孔子就講他啦 你這樣不是孝順 真的孝順不是這樣子的 他說如果小杖 那時候他爸爸很生氣啊 很大力這樣打 差點打死 那一次差點打死 那孔子後來知道了 就跟他講 你這樣不對的 我們不是一味的人 雖然是你爸爸 你爸爸誤會 他說我如果跑 我爸爸那麼老了 如果我跑 那他要追 然後你跌倒 或是他生氣又打不到我 他不是更生氣 那我又有他生氣 那不是更不笑 他跟他打 差一點打死 因為他爸爸非常生氣 那他棍子一直打 一直打 那一次差點打死 所以孔子就跟他講 這樣不對的 萬一你爸爸真的跟你打死了 那他不是要給很多人罵嗎 對不對 那麼你自一死 趁了他的意 但是你傷害他更久嗎 他如果有內疚的話 那麼他一直到死 這個內疚都不會除掉的 他如果沒有內疚 那麼很多人更罵他 罵得更厲害 他的名聲就更不好 那你這樣不是真孝順啊 你這樣不是真孝順啊 所以他告訴他 小杖則說 如果打得不大力 那就算了 那給他打一下 又不會怎麼樣 如果打得很大力 會出冷命 或受傷很嚴重的 會殘廢的 你要跑啊 你不要說就給他打 那你佛教你又不是說 反正你打得不是我 不是啊 會啊 會痛啊 打的是我 那麼你不是一直給他打啊 不是啊 那麼就是說 我們比如說 那這個人罵我 那麼我們有兩種嘛 就是說 他罵的其實不是我 他誤會嘛 比如說他不對 或是他怎樣 那麼罵還好 罵你就不聽進去就好了嘛 或聽進去不要給他想那麼多就好 你只要不在意 你只要不在意 他就傷害不了你 那打的時候就不是喔 如果他要害你又怎麼樣打你 那麼你就是能夠閃就閃啊 但是反正閃開就沒事了嘛 那也不管他 那麼他這種 有些只是發洩 如果他對你這樣 他對別人也是這樣 也會這樣 那這個就是他的一種煩惱性 他不只是對你而已 他對其他的動物眾生也都會這樣 他只要不合他的意 他就用這種方式來保護他自己 或是得到利益 基本上是這樣 如果他單單只對你這樣 對別人不會這樣 那個就是 有緣的問題 有二緣的問題 就是說 他對別人都不會這樣 單單只對我這樣 那個就有二緣的問題 那這種二緣 你要讓他不相續 就是你不要用惡性去相對他 因為他又會在惡緣相續 那你又照惡緣 那這個惡緣又會繼續相續 你就沒完沒了 你不是這一世而已 你累世你都會沒完沒了 那你現在有這樣的惡緣 你要趕快給他消掉 就是你要對他發慈心 那麼當然一下子發不出來 你就是先離境 不能離心就離境 反正就是這樣 那麼一陣子過後 慢慢慢慢慢慢 那個緣就漸漸淡 你不要一直心裡面 他傷害你你要傷害他 那麼惡業惡緣 還有什麼惡心 就惡怨嘛 這三個就互相交融 此心此夜此緣 惡怨嘛 就是惡心嘛 很堅固不化的 叫做是怨嘛 怨心嘛 其實他就是惡心 那麼你一直很恨他 一直很恨他 那就請求一種惡怨 你希望他不好 希望他受果報 希望他怎麼樣 惡怨 那惡怨他會一直起煩惱 他就會照 他就會照惡業 惡怨的對象 他基本上就有惡怨 那這個惡怨 這個怨很深啊 他會讓你很容易再遇見他 就彼此怨 怨只要聚足 就很容易見面 怨很深刻的 那麼就會成為分不開的對象 成為眷屬 成為夫妻 成為鄰居 成為同學 就不一定 就看遠 深跟淺 那麼深就是彼此的細佐 如果深的話 彼此的細福會比較深 細福會比較深 就是你就是不能沒有他 但是有他會很痛苦 但是沒有他也痛苦 但是你就是 你沒有他可以 但是你就是 你就是不會沒有他 你就是一直要在他底下 就是又分不開 又合不來 那就會產生這種情形 就不斷在折磨 那麼最嚴重的就是 像連體因這樣 或是兩個人只有 兩個人只有一個身體 這種也有 然後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 然後就這樣一直過 過幾十年都這樣過 要彼此遷就彼此配合 那麼再過來一點就是 成為眷屬 我又離不開你 我又不能沒有你 你在我又很痛苦 那麼類似像這樣的 就會互相折磨 這個是二元 如果善元的話 那就不一定 那就是會互相成就 那你這種二元 你這種二元 就一定會讓你們 我們叫做怨政會 很奇怪就是這樣 就是 最討厭的人 偏偏會常常出現物在我身邊 我最不喜歡的人 偏偏就會 就會出現在我身邊 那這種二元 圓就會讓你們 就是很容易在一起 很容易互相影響 善元的這樣二元 但是我們現在說的不好的 那不好 你因為你有煩惱 那麼二元就會讓你起煩惱 叫做起惡心 你有煩惱 你沒有煩惱當然 煩惱飽當然就不會了 就會讓你起惡心 就會讓你起惡心 那這種惡心 煩惱嗎 就會讓你起惡心 那惡心就會發動牲口 讓你造惡業 那你有針對性嘛 所以叫做夜果酬場嘛 一般我們就是這樣嘛 酬場 就有酬對嘛 如果我們起煩惱 那麼 惡心 我們這個煩惱消除就沒有了嘛 但是我們這個煩惱是有對象的 傷害這個人 這隻動物 讓我們的稱心去掉了 他的稱心沒有去掉啊 他有酬對啊 也有兩種 也有兩種報應方式 一種就是他自己受爆 比如說我當下造這個惡業的時候 我因為這個稱心 他本身就有稱心的果報 這是一個 我因為這個殺業 比如說 我有稱認心 我有這個殺心 我殺了一隻牛 假設 那麼我一稱認心 殺了這隻牛 那麼第一個 他稱認心本身 他在你的內心 就會有運作 就算你這個殺業 自然而然 讓你感到短命多病的果報 短命多病 就是短命的果報 如果你殺的時候 還是傷害性的 慢慢割的 你傷害很多的 那麼殺業 基本上就讓你說短命的果報 這個不是牛 這個不是牛報復你的 不是喔 你殺了這頭牛 並不是牛讓你短命喔 不是喔 是業本身 你就會做這種果報 好 但是不是只有這種果報而已 還有牛 牛下輩子再來做人的時候 他牛受完了 他來做人 或是他做牛的時候 他也會讓你受苦 這個雜皮劇裡面 就有一個故事這樣 一頭牛殺了三個人 他被那個人殺了之後 然後他要殺之前 他撞死那個賣牛的人 死了之後 他兒子很生氣 把那個牛頭砍起來 走回去的時候 掉在樹底下 那個休息的時候 掉在樹上 然後他在底下休息 那個繩子掉了 就牛腳下來 就擦死那個人 他把他覺得就像這樣 那就算他不是做牛 他來的時候 做你的眷屬 做你的眷屬 這個是很常見 果報上是很常見的 那麼變成他又要來傷害你 變成你最愛的兒子 最聰明的兒子 可是他得了很重的病 他就是折磨你 折磨你 等到你發現你的所有財產的時候 他還是走了 你又更傷心 他不孝順還沒關係 他又特別孝順 長得又特別討人喜 又特別可愛 可是他就是要死給你看 真的他就會這樣 他就來傷害你 或是讓你受傷 然後讓你怎麼樣 反正就會有這種事 那麼你會有兩種果報 一種就是你本身因為殺業 所得的短命報 第二個是這隻的牛 來傷害你 酬場的果報 會有這兩種 如果你單單只是憎恨心 那麼你憎恨心消除完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事了 因為這個是讓你果報的東西 你除掉就沒有了 就好像說 如果在我家製造垃圾 那麼我本身把這個垃圾清完 我家就乾淨了 問題是你的垃圾 又丟到別人家去啊 你的家清乾淨了 別人會把垃圾丟到你家 因為他想起 你常常往我家丟垃圾 他也要往你家丟垃圾嘛 所以他就變成有兩種 所以你大部分的承認心 他會造成後遺症比較多就是這樣 就是一念稱心幾百萬站門開 一念稱心幾百萬站門開 你除了來自於你本身造業的障礙 還有因為對方受到傷害 他會來仇場的這種業 還有這一種 所以基本上 為什麼要忍入 他不是為了 一方面來講 當然是要成就我們 不要讓我們造惡 一方面來講 因為你如果不忍的話 最終 你還是會因為別人的煩惱 而痛苦 本來不關我的事 但是因為跟我有仇場的關係 那麼所以 你如果 如果你 如果你因為這個惡緣 你還一樣起惡心 造惡業 比如說我們不要再忍愛他嘛 不要助長他嘛 我們有時候會講 我們不要姑息養奸嘛 就是這樣 你不是養奸 你是在養德 而且你在消惡緣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那你會跟他沒完沒了喔 你會跟他沒完沒了 你會再起惡心造惡業 然後又因為這惡業 又因為這個惡業有相對性的 結果又結惡緣 這個惡緣又起惡心造惡業 就這樣 像仁元君講的也類似像這樣 人死為癢 癢死為人 人殺癢 就這樣 不斷地循環 那 如果很多的話 那這樣就會 比如說你不是只是對這個人這樣 對那個人也那樣 那麼如果這個人 如果這個人本身 他對很多人 很多人都這樣 那麼這個人本身是比較 惡心來的 就是他的煩惱比較重 他的惡業比較多 所以他對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就好像說他殺心比較強 他不只是殺蚊子蟑螂 其他的動物他也都是這樣的 那這個就是他的習慣性 惡習 那這種人很多都是從三二道來的 多數 都是從三二道來的 他從三二道來的人 他有一種習慣性他控制不住 就是他的惡業使然 他的惡緣又不好 當然三二道來的有的緣也很好 一樣做動物 有些動物還是有慈悲心的 有些動物就沒有 真的 有些動物會救動物 有些動物會害動物 那你就會看 當然養狗就好了 養貓就好了 你就知道說 有一些狗不會傷害其他的動物 有一些狗就會 那你就知道這種狗 一樣是做狗 他的那一種誠誠心就不一樣 誠誠心就不一樣 那人也一樣 那你從三二道上來的 他也會帶那種習慣性 從鬼道來的 他就是做事情都不太光明磊落 而且都是軌跡多端那一種的 都是會死陰的死暗的這種 這種很多是從鬼道來的 都想一些想一些那些 以為人家不知道的了 然後就是 就是得一些小便宜 他就很高興那一種 我告訴你 這種很多都是鬼道來的 那你也不用跟他計較 因為你是修了很久 你要知道 你是修了很久才能修到這個地步 那你不要讓自己一直在這種 惡心惡悅惡緣裡面 不斷的循環 你要知道 你現在學佛做人 那你學佛 懂了一些佛法 那你覺得要向佛學習 你開始要向上 向上 向解脫 或是向成佛 這個是很不容易的 那麼 假設傷害你的人 他是在這裡 他也是一個人 但是彼此一開始就不一樣了 比如說你已經修了 你已經修了兩尊佛了 從假設佛到釋迦佛 兩尊佛不多 其實不多 你從假設佛到釋迦佛 已經開始做修行了 你已經修了 你才能夠到這裡 但是不代表你就不會被傷害 釋迦佛也會被傷害 釋迦佛 釋迦佛是修了 從藍燈佛的時候 藍燈佛的時候他就被受寄了 他正無身法忍 已經是 如果是照無量說經來講 藍燈佛已經過四十幾尊佛了 四十幾尊佛 你看釋迦佛 那個時候他已經正無身法忍了 藍燈佛正無身法忍 所以他正無身法忍 在修四十幾尊佛 他還是會被傷害 因為那些二元在 藍燈佛以前就結下來了 他很慫了是這樣 你看這個 你現在在這裡 你如果從假設佛時代就開始修行 那到釋迦佛時代 那麼假設傷害你的人 沒有超過五個 超過五個已經很不得了了 一般一兩個我們就受不了了 老實講 就一兩個專門針對我們的 我們就受不了了 德雷莎也有一個專門針對他的 真的 就專門寫書批評他 說他偽善說他什麼 反正都有 歷來的都有 歷來的都有 就有扶持他的 讚揚他的 也有傷害他的 歷來的都有 不管你做到位置多高 都有 真的 很難得沒有 很難得沒有 那麼 那這個人 這個人 不要說釋迦佛加設佛 他到現在都還沒有接近佛法 那麼你是很多生都做人的 釋迦佛加設佛這樣來的 當然還有煩惱 你還沒證物生發的 那這個人他有可能是從鬼道 從畜生道再上來的 因為你要知道一多路鬼道 好幾尊佛 他基本上都是好幾次 鬼道出生道 三二道的眾生 如果是地獄 如果曾經度過地獄的 過了幾十尊佛 他都還沒出地獄 就是你已經修行修了兩尊佛了 他這兩尊佛的時間 比如說兩萬年 假設 他這兩萬年的時間都在鬼道出生道裡面 真的 他好不容易從鬼道出生道上來做人 因為你在加設佛之前 你跟他結了二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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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設佛的時代 你跟他結了二緣 那個時候你也不會想 他也不會想 他們彼此做人的時候結了二緣 但是你在這個二緣都沒有 還沒有成熟 因為你雖然是傷害了他 但是他這 你經過兩萬年 比如說我們只是舉例 加設佛 釋迦佛 你都一直做人修行修行 當然也可能多過三二道 但是很快 很快又上來 因為你知道的二業不重 但是他這個人二業比較重 二緣 二業 二心都比較重 所以他在促身到鬼道才剛上來 剛上來 因為你跟他的二緣 經過那麼久成熟 他就比較會傷害你 但是你要知道 他剛從三二道上來 你是在人道修很久了 可是你遇到這個 一下子也受不了 所以你照理講 照理講這個路是這樣子的 你已經走到這邊來了 這條是一條路 那假設他是往底下的 比如說他是從三二道才剛上來 在這裡 他才這裡 那你已經走到這邊來了 你已經走走走走走 很久走到這邊來了 那照理講 你一直往這邊去 走到這邊 你就漸漸漸漸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他真的在這裡 可是他看到你 他看到你他很不爽 他來一隻劍射你 那你回頭過來 誰射我 你就跑回來找他算賬 我告訴你 你這兩萬年好不容易走到這邊來 你兩萬年好不容易 你過了兩尊佛 好不容易走到這邊來 你現在不知道往前走了 你知道嗎 你為了他給你射一隻劍 你跑回來找他 跟他造一樣的業嘛 跟他一起一樣的煩惱 甚至比他還煩惱 跟他造一樣的業 然後跑回來找他 然後跑回來找他的結果是怎麼樣 因為他沒有辦法控制他自己的煩惱 他也不知道善惡 就不知道善惡月報 只是你是知道的啊 那因為這樣你跑回來找他 跟他起一樣的煩惱 造一樣的月 後來就跟他一起下三二道 他做大狗你做小狗 他做大鬼你做小鬼 或是你做大鬼他做小鬼 就這樣 真的 就會這樣喔 值得嗎 不值得 就值得 這個是最損人損己的事 尤其對自己來講 不值得 真的 那這種事很常見的啦 這種事很常見的一種 我就說過我以前去 去新竹監獄 然後遇到一個人 我在看守所而已 新竹監獄有兩個 一個是監獄一個是看守所 看守所都是還沒判刑確定的 然後是判刑確定還沒發肩執行的 然後我遇到一個人 因為我們去遇佛 遇佛我會跟他們 就是讓他們遇佛 然後跟他們講佛法 那個人很好 就是很 比較活潑一點啊 他就問我很多問題 那我看他這麼活潑 我就問他說那你是 因為他們那個看守所還沒確定 還沒判刑確定 他還在等待 等待那個法官判刑 都在看守所裡面 那我就問他 我就問他說 那你是為什麼會進來 那他就說 師父你不知道 我當然不知道 我問你啊 他說 我本來在 他本來在哪裡開那個 在那個路邊開那個路邊攤呢 在賣麵還是賣什麼 小吃那種的啦 那你知道在路邊 路邊攤他說旁邊有擺幾張桌子嗎 就是在路邊啊 他他們的不知道是他們的家還是在哪裡 我不曉得 就是他在旁邊賣 賣麵跟他太太 然後賣麵啊 賣那些小吃啊 滷味啊什麼東西 可能是這樣啊 然後前面擺兩三樽桌子 那有一個人 他不知道去對面買什麼東西 他車就停在他的攤子前面 因為他方便嘛 沒有得停啊 但是你要知道小吃攤的人 很討厭人家 因為他擋住人家的客人啊 所以他就去跟他講 你車子不可以停這裡 那個人不但也是跟他有惡言 一看到他 就跟他講 路又不是你們家的 我為什麼不能停這裡 我最後停這裡 後來就起口角 一起口角 對方雙方都不好化嘛 那個人可能也不知道為什麼 只是 可能是跟太太吵架出來 還是怎麼樣 不曉得啦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就口氣不好 那口氣不好 然後他就 因為你 因為你應該這樣口氣不好 你就更不好嘛 然後你就 他兩個人後來就想罵 罵到起來就打架 你知道他恐無有力啊 他身高還蠻高的喔 大概至少我看有168還是多少 然後又很壯 打架沒有幾拳就把人家打死了 他說他就這樣被打死了 然後 他就關進來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 你看 你不忍耐你就會這樣 你看 我說你家有幾個小孩 他說兩個 一個獨國中一個獨國小 他經濟也不好嘛 所以才賣面嘛 然後勉強維持嘛 那你說你看看 你 你就一時沒有忍耐 他說你不知道師父 你不知道他欺人太甚 我請他移車他還怎樣怎樣怎樣 講說這個路不是我們的 我平時都不能停車怎麼說 想到他很急啊 跟他講理 跟他講理他又不講理喔 後來就打架 後來他因為他恐無有力嘛 出錢很重 非常生氣底下 就是要置人於死地嘛 以前就把人家打死 我就說 所以你看 凡事都要人脈嘛 那你看你進來了 你家裡就 如果要兩個小孩不容易啊 就靠賣面嘛 現在面也不能賣了 你太太還為了你關在這裡 還要拿錢來 還要看你 他 面店也不一定能做下去 兩個小孩也沒辦法 那麼太太也沒有上夫 你這個一關 打死人至少都要關幾年的啦 那麼 你想想 你一時忍不住 你後面的問題就更多了 你太太也沒有了先生嘛 沒有一家之主 然後就算他自己雇那個麵攤也很累啊 何況你還要兩個小孩 那他不只要雇他的麵攤 他沒有錢嘛 然後他還要 你的律師費 你的什麼費 他還要看你 他還要隨時來照顧你 你看哪來的錢 你想一想 你花得來花不來 那你看值不值得 我就說 你說你要學到凡事很多東西要忍耐 你看你後不後悔 他跟我講什麼呢 師父我不後悔 我說你兩個小孩沒爸爸 你先生 你太太沒 你太太沒丈夫 你的家裡經濟又有問題 你除了你太太要照顧兩個小孩 還要 還要來張揉你的這些 這一些 這一些費用 因為你要被告啊 被關啊 那你這樣還不後悔 我說我不後悔 你想想你因為他 你因為他被關在這裡 至少 至少都要五年到十年了 至少 你打死人 至少要十年 如果原重一點的要二二三十年 那好啦 你就是十年給你假釋出於五年 你至少要關好幾年啊 你的兒子會說你爸爸呢 被關在捐獄 他講得出來嗎 他不敢 他也不好意思啊 他也很受傷啊 因為你一直忍不住 一家人都要受苦啊 你還不後悔 說師父我不後悔 你因為他被關在這裡 要好幾年呢 他說師父 我被關在這裡幾年 他被關在那個 他死了嘛 他要在靈骨塔裡面一輩子 他竟然這樣講 他說 我在建議裡面還出得去 他在靈骨塔裡面 一輩子都出不去啊 至少我比他好 你看這個人 我說這種人只想到 只要他過得比我不好就好 我不好沒關係 我們全家都因為我不好也沒關係 他們全家更苦 只要確定他比我苦就好 你看 人沒有智慧 人沒有智慧 他就是這樣 我受苦沒關係 我只要確定他比我苦就好 啊 所以你看 你要再回去 跟他一樣 那麼跟他一樣苦 而且沒完沒了喔 哇你這輩子完了 下輩子還有 真的 下輩子還有 啊 那麼這輩子你傷害他 下輩子 等他有力量他傷害你就這樣 互相傷害啦 沒完沒了 所以 釋迦牟尼佛你看 他坐在那邊也沒傷害忍得忍啊 那國王一來就說你修忍路好 我看看你有沒有忍路 就把他 就把他的手砍下來 他傷害誰 他也沒傷害誰啊 但是他如果不能忍他就不能成佛 他忍了他就能成佛 你說 師父我忍了也沒有成佛啊 忍是無神法忍 不是那一種壓抑的忍 你看忍上面那個刀是智慧來的 是煩惱啦要斬煩惱的 不是我們那個刀是吃在心裡面 讓自己受傷淌血的 不是這樣 這個忍還沒辦法 就是你從禮上會知道說 這個人起煩惱 這個人不知道善惡 這個人以後還有得苦受 我們不要跟他一樣 我們不要跟他一樣 就算他看不起我 我也不需要他看得起 我是要諸佛菩薩看得起我 我現在不跟他計較 諸佛菩薩都知道 天人知道 真的天人會知道 所有的天人如果看到你能夠這樣 我告訴你他會護持你 他會尊敬你 得眾鬼神卿 道高榮福福 所有的神通 神通也 武通仙人也忍耐不住 但你比武通仙人還厲害 你還忍耐得住 他會更尊重你 真的 但是 如果一般煩惱中的人就會看不起你 被煩惱中的人看不起沒關係 被有智慧有修行的人看不起 比較有問題 但是真的有智慧的人也不會看不起 他只覺得他不會重視你而已 他也不會特別看不起你 但是他也不會重視你 那麼要讓有智慧有修行的人重視 而不是讓那些煩惱重的人 尊你為大哥 不是這樣 這沒有意義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不用忍 但是你不用忍試試看 你不用忍之後你會怎麼樣 那是不是不用忍比較好 其實沒有比較好 真的 你不用忍之後你就是傷害他 那麼你也忍不住 他也忍不住 那就是看誰 最後就是看誰煩惱重嗎 這次看誰造業造得多了 比誰煩惱重 比誰造惡業造得多 比誰受苦受得多 那何必呢 那何必呢 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可以不用忍啊 問題是你不用忍有比較好嗎 你出了一口氣之後 你這一口氣會讓你換來 你要憋更多口氣 真的就是會這樣 那另外一個說 就寒山跟石德的 說如果有人傷害我罵我 怎樣怎樣 我要忍他讓他 過幾年再看他 他說意思是不是 惡人自然會有抱怨 等著看他受苦 我們不是看他受苦 但是我們知道 基本上他這樣的意思是 因為我們剛才講 人跟人之間有緣 那麼當你不在意他的時候 他跟你的緣就越來越淡 那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因為人 因為無常會變化 那麼過幾年再看他就是 看他有沒有這麼餓 那麼對你還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表示你的緣 第一個他的煩惱還是那麼重 但是他的煩惱重 如果他跟你的緣已經淡了 他就不會來對你了 對你也比較沒那樣了 他就會減 那麼如果他還是對你這樣 就表示你跟他的緣還很深 那麼很深 一個就是過去結很深 第二個就是你現在對他的懷恨心 重 所以那個緣還綁著 所以你看他就是 不是說我就看你會有受報應 我就等著你受報應 不是那個心也不好 這樣的心還是惡心 這種惡心還是會維繫惡緣 他還是一種惡業 他生口異業嘛 那麼所以他並不是說 我就等著看你受果報 不是這樣 這種心也不好 而是他說過幾年再看他如何 看他如何就是說 他還是不是對我還是這樣 如果還是這樣表示 第一個他惡惡重沒有人改變他 第二個就是你跟他的惡緣沒有消 沒有消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你的心懷恨 那一種連結還在 那一種連結還在 所以不容易消 所以你還要更有慈悲心 你的善業 如果你的善業大 通常是有幾種人 即使是鬼也動不了你 一種就是你非常有智慧 野鬼伎倆千般有見 老生不聞不問無窮 再多的惡緣到我這裡來 都化為火焰化紅臉 誠誠心就火嘛 你如果有智慧的話 那麼沒有人能夠傷害得了你 所有的劍都射不到你心裡面去 不管他帶有多重的毒 都射不到你心裡面去 這個是有智慧的人 無聲發言的人就這樣了 那我們沒有到這裡 那麼還有一種就是有定的人 那麼有定的人就是 除非很厲害的劍 要不然也傷害不了他 因為這些就好像蚊子釘大象 根本連皮都 那個一點癢而已根本就沒有 沒有什麼作用 那麼他的定力很深的話 他對這些普通的境界不以為意 也傷害不了他 還有一種就是有戒的人 有戒的人就算穿很厚的盔角 所以你看那個三面水串 遠洋超臭 他跟他的恨那麼深 但是因為他持戒持得好 就盔甲很厚 你的劍不夠力射不穿他 有戒保護的人 持戒持得很好的人 一般人也動不了他 還有一個就是福報很大的人 福報很大的人 你的福報比他大 那麼他也傷害不了你 而且你是 你是這種幾項比較享樂的 其實他對不到你 那這種是 就像他在散熱到你在天上 他怎麼樣也傷害不到你 他怎麼樣他要傷害你 必須你從天上下來的時候 他才傷害得了你 類似像這樣 那就是你福報享盡的時候 他太有能力對付你 那麼你而且他自己也有一些力量 他在第一他也傷不了你 那如果你一直福報很大 他一直動不了你 還有一種就是持悲心很強的人 那這幾種人 就是他即使被傷害 因為他的悲心強 他會憐憫那些傷害他的人 那這種人當然要持悲心很強 那這幾種人都是一般人傷害不了的 那你要是一直被他傷害 你要從悲心下手 從智慧下手 從持戒下手 還有你不斷的修福報 跟他的距離越來越遠 遠到即使他射箭 那隻箭也傷不到你 從背後射箭 因為夠遠嘛 你跟他的差距夠遠 就是業力差別很大 基本上他就是跟他過去有業遠 他也不容易傷害到你 也就算傷害也傷害沒那麼重 那就是你要拉大 你不是回頭過來找他 跟他一樣 彼此傷害 而是你要拉大跟他的差距 這個才是正確聰明的做法 比如說你現在還會受到他傷害 那麼你在做的更多善業 你在更有智慧 拉大跟他的差距 他想傷害都傷害不到你 你要這樣 然後如果你回頭過來的時候 不是要傷害他 是要幫助他 拉著他往前走 不是讓他拉著你往後走 是這樣 這個才是聰明的做法 你要告訴他 叫他往前 往前走 但是趙偉業都是往後退的 往下沉的 就是同歸於盡的 沒有必要 你好不容易修到那裡 你不可能因為一隻蒼蠅 吃了你一點飯 你為了打他 跟他跳到坑裡面去 不可能 跟他跳到糞坑裡面去 不可能 你不可能因為一隻蚊子叮了你 你發誓要殺他全家 就去找所有的 不可能 你不可能跟他一樣 你不可能因為一隻狗咬了你 你就去把他殺了 然後吃狗肉來吃 當然也有人這樣的 這些東西就是說 你不要跟這些 因為他這些是煩惱中 惡業中的人 你應該拉大跟他的差距 如果回來 不是因為要報復他 是為了幫助他 那個時候你很有力量的 你很有力量 你回來一定是有力量帶著他往上的 而不是被他拖著你往下的 當然你力量還不夠的時候 你不要輕易回來要堵他 因為你會被他肚掉 所以你要趕快培養你的能力 趕快培養你的能力 那麼這個是才是正確的 那也不是要看他受苦 不是 如果看他如何就是看他有沒有改變 你說沒有改變怎麼辦 沒有改變就憐憫他了 你看有沒有能力改變他了 那其實是這樣 所以像文殊菩薩就是這樣 文殊菩薩也發十大驗 他非常有智慧的 他說你傷害我 你對我傷害這麼深 表示你跟我的因緣很深 好 那以後如果我有成就的時候 我要趕快讓自己有成就 我卻先回來度你 那麼你跟我的二緣這麼深 表示有可能是 第一個 過去你誤會我很深 或是過去我傷害你很深 一定是這樣 那麼因為過去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 但是表示說你這麼怨恨我 一個人不可能無緣無故怨恨一個人 怨恨這麼深 他一定有過去深的因緣在裡面 才會那麼深 如果淺的話 有可能是這一次剛造的 就好像他跟挖那麼深 他絕對不是挖一天兩天的 你看他挖就好像你中文講得那麼好 你絕對不是學一天兩天的 以英文講那麼好 你不可能學一天兩天的 一樣 因緣這麼深 恨我這麼深 那不是一天兩天結的緣 所以那一定跟我很有緣 好 等我有成就的時候 我一定來度你 因為你只能度有緣的眾生 無緣的你還度不了 有緣有兩種 善緣跟惡緣 但只要有緣都能得度 但如果他自己惡業重的話 你想度他也度不了 所以你因為你跟他有緣 你比較能夠幫助到他 但他轉什麼 轉善業 他比較能夠受你影響 但是你要讓他先轉這個善緣 二緣轉成善緣 所以有一些很不好的人 他可能以後變好 那是因為你 真的是因為你 我以前我會講一個例子 我以前在當兵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已經學佛了 已經吃素了 當兵的時候我已經吃素了 可是我當兵也是遇到一個 也是要遇到我們 我們現在說的所謂冤親在主 那有兩件事 一個就是我們那個時候的班長 他不曉得怎麼樣 就看我很不順眼 就是這樣 那我這個人 我這個人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不太會跟人家打招呼 然後就有一點人家覺得很酷這樣 那其實不是 就是我不習慣 因為我從小就是 因為我們家窮 有自卑感 我從小都是 都是自己看書 然後自己種花 種樹這樣 我不喜歡跟人家打交道 所以我不太會跟人家 就是打招呼啦 做什麼 我不會這種 這種應對我不會 後來就形成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習慣了 所以我常常講 我的朋友都是林保育 加大育那一種的 就加保育林大育那一種的 林沖那一種 反正我都是看那一種 就是 三國演藝 這個《紅龍夢》 《水浮傳》 我就都看這種書的 自己一個人就樂在其中 我根本反而不知道是怎麼樣 就是忍的應對我不會 我去當兵也是這樣 他們就覺得 因為他跟你 要打招呼了怎樣 你好像都不理他 我常常被誤會就是這樣 然後人家就看我很不爽 但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你過你的日子 我過我的日子 問題是我在當兵 他是班長啊 所以他就每次都找我麻煩 就是你要知道以前當兵喔 你被整死也是賠六萬塊而已 真的 然後他就每次就 給你罰 然後晚上叫你起來 反正就類似像這樣 然後就故意羞辱你 反正你被當兵被罵是應該的 被折磨訓練 然後他每次這樣對我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忍啊 那當兵不能忍 你還能幹什麼 那你就兩種而已啊 一種就是逃兵啊 一種就是你把他打死啊 但是這兩種都不敢啊 那所以你就能忍啊 你當兵你也只能忍而已 但是我們除了忍之外 我們覺得是他誤會 後來有一次 就是人家在跟我講 再說那個人對啊 我們就聽他講話 我只是聽他講話 以後說他可能是不瞭解 或怎麼樣呢 其實他可能也不是那個意思 這種話後來傳到他的耳朵裡面去 他說我對你這樣 你還替我講話 後來從此以後他就對我很好 這是第一個 不然我們就說 對啊 那個人真是怎樣怎樣 傳到他的耳朵 然後他不是更折磨我 但是那個時候我確實也不對他在意 那时候我开始学佛的 还有一个 我非常深刻 这个也是跟我一起当兵的 那他 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那种人个性也很奇怪 我是不跟人家打招呼而已 但是我其实我是人人好的 但是就是不太会跟人家打招呼 也不太会跟人家互动 因为我从小都一个人习惯 但是他那个人很奇怪 他那个人就是 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很不爽他 然后可能是 我们讲可能是有一点点自私 那大家都很讨厌他 但是大家又会欺负他 但是他被欺负他心里面的怨气不满 他就来欺负我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又很倒霉又跟他睡上下铺 不晓得为什么 反正你就是这种人 反正他被欺负的时候 他就他好像被欺负 他又不敢发作 那他就会欺负比他更好欺负的人了 他就来欺负我 真的哦 那有一次我记得 我这个就是我当分有很多事可以讲 真的是可以写一本书了 然后他有一次 他就跟我借手电筒 他跟我借手电筒 那我就说好哦 因为你要跟我借什么当然都好了 因为他睡上铺我睡下铺 没有他睡下铺我睡上铺 他睡下铺我睡上铺 他回来要跟我借手电筒 他晚上要出去了 他好像做就是值班回来 他跟我借手电筒 他在厅里面 他在外面 我就借他 借他回来的时候 他就敲我的 我去上铺他去下铺 他就敲我的 把我拉起来 我说做什么事 我说你的手电筒 我放在浴室没有拿回来 你等一下自己去拿 我就很生气 我就说 我手电筒借你 你要去帮我拿回来 而且我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 他才刚下来 走到门前面而已 只在那个床铺前面 我们是上下铺的 他竟然把我拉起来说 我说什么事 你的手电筒 我放在浴室没有拿回来 等一下你继续去拿 我非常生气 你知道吗 我说我手电筒借你 那你没有拿回来 你应该现在马上去 把他拿回来 因为你没有拿回来 等一下就不见了 当兵很多内裤 袜子什么 一下子就不见了 那你手电筒 我说你应该拿回来 他跟我讲什么 他说那是你的手电筒 你不拿 那是你的事 我要去睡觉了 他就跑进去睡觉了 我非常生气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我就很生气说 好那我也不要拿了 后来我实在 不拿也不行 因为手电筒没有 我没有手电筒 以后我要去 也没有 后来我就想一想 他真的没有去哪 他真的就去睡觉了 我就非常生气 我就好 我本来说不去哪 不拿不行 毕竟是我的 丢掉丢掉我的 后来我就去哪 去哪 然后我那人生气 不晓得为什么 我跟他晕得很不好 他很会欺负 有一次 我从 我睡散步 我下来的时候 他刚好坐在底下 那不小心 我拿那个 不知道拿什么东西 稍微碰到他的头 他就很生气 拿椅子摔我 我就 我就不时故意的 不小心碰到 你就是故意的 这样这样 我被打 我也认了 我也不可能要打架 打架也很麻烦 你知道吗 军营这里面除外 以同人当兵是很除外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更离谱 我们 我们是战弹药库 你知道吗 我们在讲忍路 其实我以前就蛮能忍的 真的 战弹药库 你知道弹药库就像外面门 弹药库的那个门 我们是守弹药库的 那我实在是命很不好 我们每次都跟他同一组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又睡上下铺 我不晓得为什么 然后他每次被欺负 被人家欺负我 就来欺负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实在是 真的是跟他有恶缘 你知道吗 然后 不知道怎么排的 我常常都跟他排同一组 你知道吗 就睡 因为你知道那个 那个战卫兵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嘛 然后换班嘛 然后他就有一个小时 跟我一班嘛 然后就旁边又换一个人嘛 好像 有时候站两个小时 我站四个小时 还有两个小时 那我那个时候站中午的 十一点到一点的 那站十一点到一点 那他就跟我有一个小时 是同班的 那十一点到一点 那个时候太阳正热 弹药库外面是没有树的 他是没有树的 那就一个弹药库 然后旁边 就这样旁边两边 那我站在那一边 两个钢艇 两个哨艇 就这样两个哨艇 我站在这一边 刚好太阳比较大 你知道吗 那我就躲到 我就照理讲 要站在这个前面 那这个太阳正大 很热 热得要死 我就站稍微过去一点点 闪一下太阳 你知道吗 他站在这一边 那我站在这一边 那因为这边太阳很大 他这边是没太阳的哦 但刚好太阳照的时候 这边是没照到 就照到我这一边 那我这边太阳很大嘛 我就闪到这一边来一下 他不会照到嘛 就闪 闪旁边了 他刚好站到没有太阳的那一边 他很生气呢 他说你给我站过来 我说你站得我站我的啊 我又不是没有手 对不对 他说不管 你要站在这边 真的有太阳的地方 我说奇怪 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他一定要我站过来呢 我说我就站这里 他生气呢 他拿那个枪机 我们那个里面是有子弹的哦 我要把这个讲完 我要讲忍录了 我们里面是有子弹的哦 真的 他真的要枪机上堂呢 我也很生气 你有子弹 我没有子弹吗 我有一把枪耶 你知道吗 我们那个是实弹的哦 我们那个战弹药库外面是拿实弹的哦 只是那个实弹是 他还要拉上来 开保险才能打就是了 他竟然拉枪机呢 他说你给我站过来 不然我打死你 我那个时候很生气 我说我也有枪啊 可是我忍下来 我说好 你打死我 就算我打死你 我要被打死啊 我家里还有老妈妈 还有老爸爸 不要跟他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生气 如果一直忍不下来 我真的就会打死他哦 你看 你站你的 我站我的 我说我就站过来一点点 不行 你要给我站过来 你要给我站好 奇怪 你又不是班长 你又不是辅导长 你又不是连长 我还说你管 我说你跟我站同心 你就是给我站好 那个人就是无理取闹 你知道吗 后来 我想了一下子 我今天到底要怎么办 我要不要忍他 因为我也有枪啊 你知道吗 你谁怕谁啊 看谁打得比较准啊 那个时候我打枪是很准的哦 真的 那个时候我没戴眼镜的 我的射击是很好的 后来我想想 算了算了 站过来 站过来吧 认怂啊 对不对 那没关系 忍耐他一下 我想了很久 也没有想很久 想一下 他不给你想很久的啦 他马上拿子弹 他对着你呢 算了 对他击乎到很多次 后来 后来我就想办法调误我自己 那有一次 他这种人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他 他就被吊到 我就忍他了 我就忍他 我不跟他计较 算了算了 我跟他这样 同归于尽也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真的没有意义 后来我也不理他 真的还好有学否 后来没有多久 他就被吊到其他地方去了 真的 他被吊到 不再跟我在一起了 那个时候我就吃素了 被吊到跟他一起 那再过了几个月 他又被吊回来了 还陪着一个行李 你知道吗 背着一个行李 然后很可怜 都没有人去帮他 然后很重 然后中午又慢慢走回来 好像那边的人又嫌弃他了 他又被 他又被吊回来了 我看到他 我马上过去帮他 真的 真的 我对他也没有怨 我觉得那个已经过去了 我就觉得 我就马上过去帮他拿行李 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怎样叫我帮你拿 他也很高兴 因为都没有人理他 只有我理他 后来从那一次之后 他就开始对我好 后来退伍之后 就跟我学佛 跟我吃素 真的 后来要出家 还叫我找他去找道场 还比我早出家 你看这种 这种有时候英语会改变的 你就是 你不要怨恨他 因为这种人就是烦恼 我不晓得 为什么我以前就那么会想 我也不晓得 真的 那你就不理他 你这个英语就会淡 而且会转 二元会转成三元 要吃饭了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就好 谢谢